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們都不知道鬼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真實的存在 所以世界上各地的人 他一直不斷地去探究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我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五個世界各地探險的影片 那也都是非常的酷 首先要帶大家來看第一個是 有兩個韓國的年輕人 進去了昆寺田裡面 準備要開裡面其中一三門的時候 就傳出一個 像是敲門的聲音 誰是居住在海邊 這裡是一間的 有關門的 這裡有關門的 這裡有關門沒有 這裡也有關門的 它有關門的 說什麼啊什麼啊 這裡有關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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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直接走 喔? 直接走 就算這個youtuber算是唯一一部影片吧 因為他們其他部也沒有什麼在更新的 真的是滿像是自己去探險無聊拍拍 結果遇到事情的這種感覺 第二組呢是一個俄羅斯人 他的頻道呢平常就是在做各種去找鬼的影片 他會帶著一些可以跟鬼共通的儀器 做一個探領或者是驗證 這一集呢他就是到了一個廢棄醫院 結果最後躺在病床上的時候 遇到被lain博士的現象 那我們來看一下 Lain博士啟動 首先我要怎麼回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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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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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儀器呢我就點進去看了一下 像是電磁輻射探測器啊 說可以偵測附近的磁場 探測說附近有沒有零 接著要帶大家來看第三組呢是 泰國的一群探險團隊 頻道也是專門在拍探零的東西 影片裏面它用了鬼魂溝通器 那個零又回了一小句話 甚至上面的石頭也砸下來 差點砸到它們 給你們看一下他們的影片 哇啊啊啊 我才不會來呀 不必來呀 飄你 大家都是可以看到非常的危險 如果石頭砸到人的話 那這個影片真的就變成 暗發現場的影片 真的不得了 下面的留言都有人在說 造假 或是自己設置的 但是又有人說可以看到上面是空的 照理說是不可能會有石頭掉下來 他們要造假的話 也不知道是什麼做的 然後它的那個探靈器呢 是一個叫做EVP的東西 超自然電子異響 國外的研究說鬼魂都會用聲音 靜電干擾雜訊來嘗試跟我們人類溝通 所以呢 EVP這個東西在長期來 一直被大家廣泛的運用為 跟鬼魂溝通這件事上面 我們才可以看到他們也是這麼的害怕 下一組呢 是兩個外國人 去廢棄的教堂探險的時候 突然聽到教堂裡面傳出鋼琴的聲音 結果他們打開門一瞧 欸 一個像是幽靈的東西 坐在那裡彈奏 人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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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也是 人家是 人家是 下面的留言非常有趣 他們彈奏的這個歌 叫做 《羅曼史》 James Faustin 的一首鋼琴演奏 蠻浪漫的 下面的評論就很亮解 有人認為是真的 有人認為是演的 有的人說 可以看到他在彈奏的手 是灰色的 像是骷髏一樣 也有另外一派的人是說 手電筒照過去的時候 照理說如果他是幽靈 光應該要透色過去 去照到牆壁 而不是清楚地打在他身上 這個我們都無從得失 要帶大家看來看的 最後一個是台灣的 我有拍了一集叫做廢棄警員 他們也是去到那個廢棄警員 跟我遇到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們自己會上來 上一集我已經播過一次 但是那個音軌壞掉 所以我想說有的人沒看到 因為我覺得是生得很有趣 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看你 推不開這個 推不開 撞開 撞開 看你你來 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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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幹你女兒 幹 結果上一集我把它PO在我的FB之後 有人說1分09到1分10秒 那邊有一個女生的笑聲 撞開 喔 幹你女兒 幹 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世界各地的人他們去探險拍照的畫面 是不是真的 我不敢跟大家保證 畢竟我們的科學現在還沒有辦法 有足夠的證據去驗證鬼魂是否存在 那但是我相信以後一定是可以的 在這個之間呢 我們就只能不停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究 至於這些東西大家怎麼判斷 那就各有說法了 OK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追蹤看看喜歡 謝謝大家說王狗 我們下次見 Bye 車筒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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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